你这个人表面上很风光 实际上你的内心非常的烦恼 跟你讲两点 第一 感情运不好 明白吗 很小的时候就感情运不好 第二 忧虑症 晚上睡觉非常不好 你用不着跟我说 啊啊啊的 台长看了一千万人 听得懂吗 自己好好改毛病 要改变它 你现在有结婚了吗 没有 没有是吧 你记住了 你有两次婚姻 很麻烦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多念剪节奏 好吗 好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 已经有一个过去谈过一年以上的 有 好 感情非常好的 那么就是一个 可是就我不知道现在是 算断了没有 呃 请问卢台长我今后能够有好的婚姻吗 我告诉你 你可以有好的工作 你没有好的婚姻 你记住了 你这个孩子什么都好 气量太小 一定要畅开胸怀 你身上的毛病别人你自己看不到 只有别人看得到 你好好的听话 你太小气 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 一句话都听不得 一件事情都听不得 所以你会吃很多感情上的苦头 听得懂 听得懂了吗 好 明白 我听得懂 如果就是我读那个 大吉祥天女神之的话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现在很难 这个你 你要我说实话不啦 对 说实话吗 这个 我从你的气场上刚刚已经看见了 你这个婚姻很难维持的 因为她已经有女人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说的对不对了 我不知道 听得懂吗 她为什么会离开你 你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 她要是没有外面人的话 她会离开你的 你不知道 所以你的脑子 所以根本不学佛的话 脑子都搞不清楚 你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所以我们是缘分尽了吗 她属什么 你要我看得仔细点是不是 她是 我是62年的 是什么 一月份应该是属牛吧 你呢 我是1982年属狗 你们两个人 草草分过好几次了 你不讲话 我怎么跟你讲 对 什么都看得见 又不讲话 很多 很多次了 所以这次是真的吗 就是疯了是吗 这次还有机会 你们两个还 还有好几次麻烦 所以你可能还会跟她好 我们最后能不能够走到一起呢 请问卢台长 笑了 哎呦骨头又轻了 没有就是啊 我想知道如果是真的有缘分 能够走到一起的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结果 所有的人都知道 就你不知道 但是现在目前 你要跟她好 还能再好 可以弥补你 暂时的伤痛 但是到了结果 好 你不听话 就是你这个婚姻 你都不听话 就是你这个婚姻 你告诉你爸爸妈妈 你爸爸妈妈也不会理你的 所以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改变自己 彻底让自己成为一个好孩子 让爸爸妈妈觉得你彻底变了 他们才会在你身上花钱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要做败家子啊 我告诉你 我刚刚看你图腾啊 你过去也是很多麻烦事情的孩子啊 明白了吗 学过坏不学好啊 是吗 你要主动的讲 这么多人帮你分担的 好 谢谢大家 你要是自己什么都不讲 我告诉你啊 你自己单的吧 就这么简单了 谢谢卢台长 谢谢大家 那卢台长就是 请问你 我什么时候能够和家人团聚呢 你自己好好念姐姐奏啊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点话你还不知道啊 明白 好好念姐姐奏 我现在有念 那个大悲咒 大悲咒有念十一遍 然后心经 心经有念二十一遍 你问问他们下面多少人啊 一天四十九遍 十一遍太少了啊 傻姑娘 你要想成功的话 要多念的 大悲咒啊 大悲咒啊这是 大悲咒人家也念四十九遍 要有力量的 你看你现在有力量不啦 古兽如柴 傻姑娘了 真的 要好好改毛病了 以后穿衣服 不要穿得这么暴露 不好的 真的 学佛的人应该规规矩矩矩 他也会看得起你 你们现在知道很多孩子 为什么会被人家看不起啊 就是穿得不端装啊 真的 你说澳大利亚人 澳大利亚人很随便 你看过人家贵族了澳大利亚人 何华德的太太我跟她吃饭的时候 要穿得多端装啊 你看看英国女皇跑出来 你不能是这样的 你们小女孩太随便了 你这样的话运气不好的 你要听台长的话 嘴巴里念经的人穿的这个样 就是不行 一定要听台长的话 要么就好好地改变 我告诉你多少孩子听我的劝 到了最后心想事成求什么灵什么 你只不过刚开始呢 你已经有点灵眼了 明白了吗 好 谢谢卢台长 那卢台长 请你看一下我的图腾的颜色 我应该多穿一点什么颜色的衣服呢 白的 白色 嗯 你是属狗的是吧 对 属狗 白狗 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的佛台 就是菩萨有经常来吗 来 白天来 晚上从来不来 台长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波台好到蛮好的 靠近窗户 然后呢在客厅这个附近 对 可是我有 就是你 楼台长你是这样 你因为家的卫生间为什么门不关起来了 你卫生间用完了把门要关起来了 有因为现在不是就是我一个人住 还有另外一个女生可能是 你要跟他讲 你说这个浊气弄到房间里 人家里会倒霉的 听得懂不了 因为我家里就是我的父母的家里 也是有供一个很大的佛台 妈妈的家里大供的佛台 有其他菩萨 有 供了很多 有供一个观音菩萨 然后有供一个财神 对 好像还有一个镜框 有个镜框 里面写的字你不知道的 什么 就是祖宗 这里去看吧 好吗 好 好 你家里 你家里你供的这个菩萨 真的白天来的 晚上 你要少看那些不好的东西 没有 因为你的 因为他是在电视机的后面 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 你不要看 那你就不要看什么电视机了 还有 因为他是在我的睡房里面 我只有一个房间 所以就是只能够摆在那里 小姑娘 我就警告你 你网上 有些不好的东西少看 没有 也不一定是不好的 黄色的 这个你不看 就说那些稍微接近他们一点的 陶色新闻啦 这种都不要看 好 因为这些都是阴气 看了人会倒霉的 好 所以你看现在的人 整天都看这些东西 看到后来就倒霉了 好 听得懂不啦 谢谢卢台长 谢谢卢台长 就是我的姻缘方面 就是卢台长 请你加持下我 你加持下 你加持下我 我加持下你 我加持下你 你要记住一个问题啊 你这个 你这个男朋友如果不学佛 你跟他好不长的 如果你要是帮他念经 能够让他 改正很多的不好的习惯 包括喝酒啦 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那你就改变了 可是卢台长 因为你说我有两次婚姻 所以我和他应该是没有结果的吗 你要努力不啦 听到努力听得懂不啦 要 你现在还喜欢他们 你就努力一下呀 人不能改的 了凡事迅怎么改变命运的 听得懂了不啦 懂 好 谢谢卢台长 你喜欢他们就好好改变他呀 好 你改变不了就不行了 好 卢台长你说我一定有好的工作是吗 对 好 我需要 你不要太傻傻的就可以了 好 花要少多念经 讲出来花来真的很讨厌 你以后跑到单位里去 讲出花很讨厌 好啦 花筒给人家了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需要 一直在这个公司里面吗 还是可以跳槽呢 得到更 跳不了的 明年四月份以后 好 再看看吧 好 现在跑不了的 跑了你找不到工作的 好 在家里念经吧 好 谢谢卢台长 谢谢 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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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ar布 谢谢观看